歡迎收看靜敢講 我是戴佳儀 我是戴佳妮 好 來到了2020年 我們一開始要先帶大家來看的是 我們2019年 我們的頻道在YouTube點閱率最高的前幾名 今天要跟我們一起參與一對談的呢 有三位來賓 我們就先來依序介紹一下 第一位是我們的歷勤國際法律事務所的律師 劉威廷 劉律師 律師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 是我們的台北市議員 徐立信 徐議員 兩位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第三位呢 也是我們的節目長客 他是社會評論家 也是真信社業者的代表 就是我們的炮哥 歡迎炮哥 歡迎炮哥 大家好 好 今天看到我們這樣的陣仗 其實觀眾朋友應該可以想像到 我們今天要聊的大概是 就是跟我們周刊的性質比較像 對對對 其實我們的觀眾群好像 其實說起來好像胃口蠻大的 對 但是呢 也就代表說 我們推出的新聞都有刺到他們的點 對 因為第一名 我們就要來看的是 就是藝人 如果觀眾朋友有印象的話 他是范小范 他的先生有一段 3P影片外流了 我們現在看這段影片 在你命中注定的那一個人出現時 你卻發現他手上的紅線 竟然不只一條 靠著電視劇麻辣先是串紅的范小范 雖然已淡出螢光幕多年且長居泰國 但去年10月他老公王博生的雙飛影片外流 讓范小范再度登上媒體版面 上 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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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 然後都跑 搖搖搖搖搖 evolve 靠再來 握握手 本刊取得范小范老公王博生 在泰國寓場循環作樂的影片 只見兩位全裸女子先後進入浴池 一左一右貼著王博生 接著把范屋茂擠在手上 在王博森的胸口 花圈按摩 還對著鏡頭微笑 著用右抱的王博森笑得是 何不龍嘴 看到影片的范小范 起扎啦 與老公七年的婚姻 也出現重大危機 以前是以前 現在是現在 我教訓你也是為你好 近來不少麻辣先師的班底 紛紛傳出令人遺憾的消息 就連劇中正義感十足的 小夢范小范 竟然也爆出 渣男老公的負面新聞 令許多忠實的麻辣粉絲 唏嘘不疑 哇 剛剛這影片 三位的反應 看得出來 我想觀眾應該也是啦 對 而且還有網紅酒妹 也有特別講解這段影片 因為它也被Google選為 是台灣前十大流量 第八名的 唯一的一支新聞影片 是 然後接下來 我們要看的這個第二名 其實也不晃多讓 它也很精彩 因為它有一段抓奸影片 對 它是一個 知名的婦產科醫師 你會想到醫師 你就會覺得說 應該不會做出太過分的事 但是事物是非常過分 它就利用看診的時間 去檢視一下誰是處女 然後接著就生出魔障 我們接下來看這個新聞 來 開門 你們 進場 不用好 開門啦 自己的病人也敢上啊 哎呦喂啊 當場抓到勞工外遇 正攻的情緒在也按耐不住 對著自己的勞工 與小三破口大罵 身為婦產科名醫的男主角 一臉不在乎的面對 小三則無地自容地抓著棉被遮顏 你不用遮啦 這是男生的 大家這是旅館 來 您會來開房間嗎 看你們會開房間 不好意思 我們剛剛沒有信心 沒有 沒有 不是你在講的啦 我們去去 剛剛沒有經驗 沒有 我沒有信心 有沒有 不是你在講的 你沒有保險套啊 對啊 因為你結紮啦 告訴你 我跟你講 看你啊 告訴你 傷心的太太面對著丈夫的狡辯 就連一旁的友人都看不下去 群情激憤 蹲坐在一旁的小三則像個鴕鳥般 自我逃避 你這個女生怎麼這樣子啊 其實別人老公 很爽是不是 突然是可以不要錄影拍照了嗎 你有資格講話嗎 你是現行犯 這石頭痴的迷丈夫 卻突然跳針的質問正攻 你多久前知道這件事情 問你 我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你三年前就知道這件事情 為什麼現在還可以抓 你一個換一個 我哪知道你現在跟誰 好 我可以跟你講 你用討論一下 我到底 而且都找處女啊 好 歡迎回來 那個看到律師在搖頭 可能很多正攻應該跟我們的想法也一樣 對 那其實這個新聞喔 他的 這個處女醫師 他的原配 他花了一個月抓姦 那想請問的是 一個月抓姦算 算是快的嗎 還是其實那個 胖哥跟我們講一下 其實喔 一個月來說 當然當時說出是一個月 一個月其實是很低啦 但是其實這個是不止一個月啦 這個抓姦大家都不了解 我們這個是很有 就是很有苦水的啦 你在現在要抓一個膠 這個前面 我們要先確定他有沒有姦 這大律師說不定都知道 因為有的 有的比如說要抓姦的人 他會胡思亂想 是不是真的不知道 我們先試試看說 到底有沒有姦 有姦再繼續抓嘛 那其實前面部署 他這個因為是醫師 部署了很久 前面就部署了差不多三個月 聽說那個抓姦影片的時候 你人在外面 人在外面 我一定要在那邊 控制一下現場 不然因為我跟你說有的事情 有的時候 抓到 那個幕撞不住 他要幕了 有時候幕了 所以你要擋著是不是 對 當然啦 有的時候呢 你大家不知道 如果要幕先講好 我給你幕整個了 我不要給你錄 先出氣 對對對 先出氣一下嘛 我給你吹杯先生的嘛 對 那把你抓回來 再開始再錄 那警察再進來請進 這樣子 也是有啦 那大部分都現在 抓姦不比以前都很和平 看到大陸那種 又打又罵 甚至又殺的 真少了啦 對 大概是這樣 但是這個是的確是蠻困難的 因為 因為 根據當然都是他太太說啦 因為他在裡面給人家看診 給人家內診 我們也不知道啊 我不是醫生啊 對不對 那他太太 據他太太說 所述 他自己 也是以前也是病患之一啦 當然是 先是女友 還先是病患 當然我們是不可考啦 但他也是說 這個他以前也是病患 他都會很喜歡內診 他說 常常在跟他們問說 我沒創症 你就要內診 是要內診 怎麼樣 對不對 在家裡看不夠你還要內診 他就 後來他先生也常有 好像跟他講說 我就是內診才有快感啦 你就滿足一下 還是怎麼樣 有提到這個啦 那後來才知道說有多噁心 就是他先生居然常常利用內診的機會 看看到底是不是處女 如果是的話 在可能他待會不會將供應供來嘛 但是如果是他就給他 比如說是以追求啊 是以怎樣 就類似我們的權勢性交這種 就是說 會去講 就我是醫師嘛 我收入高或怎麼樣 就慢慢去追求或怎麼樣 但有這情況 但最後的導火線是 他先生跟老婆講 如果我跟你說 啊 佳妮 我不愛你了 對不對 那我就認了嘛 啊 我沒有感情了 他居然跟他說 啊 不好意思 你會比較不漂亮啊 欸 這是人生攻勢啊 這個很過分 拳頭都硬起來對不對 他居然你下面不美了 他先生跟老婆講 如果我跟你說 如果我跟你說 阿佳妮 我不愛你了 那我就認了嘛 我沒有感情了 他居然跟他說 他居然跟他說 阿佳妮 你會比較不漂亮 欸 這是人生攻勢啊 這個很過分 全頭都硬起來 對不對 他說居然你下面不美了 這到底是哪一招 對不對 他才 而且這也是老公害的啊 對 當然啦 那你才生的孩子嘛 對不對 你還這樣子 很少遇到 他們抓姦是 全家一起總動員來的 全家一起湊錢 全家 包含哪些人 就是比如說 爸爸媽媽什麼姊妹 都一起來委託的 群情激憤對不對 看不下去 氣不過了嘛 對不對 太欺負人了 我這邊可以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也其實協助過 一些婦產科醫生 過往大部分婦產科醫生 他們的 因為太平凡 必須看女性的病患 而且大部分女性病患的 私密處不是好看的 例如說 可能五六十歲啦 可能她是有一些 疾病在上面的 所以 我們都會覺得 婦產科醫師大部分 已經看到沒有感覺了 所以 其實不會像 這一位婦產科醫師 有這樣子的癖好 我在想說 這一位婦產科醫師 是不是她過往 對 就是她可能還沒當醫生以前 她就有這樣的目標 因為畢竟她說她看了才有快感啊 是 所以後面才成為 這樣子的一個專業醫生 可是在這種利用她的專業 然後涉及到犯罪 我覺得這樣子 就真的是很不好 這是不是違反醫師法 有沒有可能 對這絕對 我們有一個叫醫師倫理 那這個絕對違反醫師倫理 第一個你跟你的病患 還有產生感情 然後 還發生這些外遇的事情 這其實完全都是違反的 醫師倫理 所以她很可能是會被懲戒的 那甚至停業 我們也遇過其他的類似婦產科醫師 那她可能去 在也是屬於內診 但她是乳房的內診 然後涉及到拍攝 那她是說 希望是做來做那個醫療講學的 這樣子的用途 可是她畢竟沒有告知病患 所以最後被停業了 將近一年多的時間 可是她是在大型的醫院嗎 那如果說今天醫院不處理的話 那還有別的方法可以制裁她嗎 其實這些只要病患她去檢舉 衛生局就馬上處理了 我發現其實 我們專門職業技術的人 大概都會有這樣的一個倫理規範 像律師也有 不可以跟當事人過度的親密 之前也有發生過類似的新聞 但是相對比較小 你剛才分享說 你聽到 你平常在菜市場伯諾嗎 所以有沒有人 這個去跟你澄清 說我老公外遇啊 怎麼辦什麼的 明代的工作 這還蠻多喔 真的嗎 有沒有跟我們分享一些案例 其實這些案例 我覺得 最終還是在回歸到 就是她想要去抓監 但是呢 又覺得喔 對這個真心社不信任 因為很多房間的真心社 她是會兩邊都壓喔 也就是她收集到證據拍的照片 給你一兩張之後 她說後面還要再多少錢 對 那她不單單這樣喔 跟你委託人這樣跟你開架之後 另外呢 她在跟你的配偶 配偶跟她講說 你太太有委託我 我現在有這些證據喔 你看你要多少錢來跟我姐姐 嗯 兩邊壓寶 對這個 有沒有兩邊壓寶 這個泡哥要不要 要不要告訴我 聽說同業 你說喔 像我們同業齁 我跟你說兩邊壓寶還不稀奇 當然對我們而言 我們是有點招牌的嘛 大家都在這邊都認識 我們是不敢 我跟你說 有一個 算是我們這個真心業者的鼻祖啊 他多厲害你知道 他就很簡單 他不用兩邊壓寶 他怎樣 因為我們有 我們這個真心的專業對不對 他就拿一個破摩托車 或一部報廢汽車 我就在譬如說 維格啦 比如說什麼雅閣啦 什麼五星級的汽車禮 門口我把它插耶 我就把它 攝影機開了 你去休息 欸 我就不用擲 我就不用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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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人的 我就插他們的車牌 因為我告訴你 大部分老夫老夫不會去賓館休息啦 不要說 出來以後對不對 很簡單 我告訴你 我家裡便便 我便便 我便便去 除非我出去玩嘛 去商務去 那你就不想知道 就是我去汽車旅館 一定就是小三之類的 我就很簡單 我就把你 我就卡掉回去 我就查了 欸 林鄧的 我什麼 我就看到你處理汽車旅館 蛤 一定怕到的嘛 我跟你說 因為對方要跟你 要跟你查 我是說 看你事業有成 什麼 先跟你說 這樣要怎麼處理 對方圍圍圖我50萬 這樣啦 沒有100萬 我東西都給你 原動都給你 原黨都給你 就成了 聽說我們有一個 欸 業界有一個非常知名的 什麼四面八方 郭貼行啊 聽說我們四面八方 我們不管喔 就其中一家 聽說這個老闆被他搞了兩億 這是業界號稱的啦 被這個鼻祖 搞了兩億 而且 過了15間店給他 他現在做扁桃家 過了鬆鬆 他就是在幹這種事 這個是比我們這種 什麼兩邊轉 還要厲害的 那其實剛剛補充一下這個議員 我跟你說其實很多 議員收到 這個服務案件喔 這我有證據 甚至有自拍有幹嘛 我剛剛有最難控制什麼 等一下這個議員跟你們講 最難控制什麼 議員會問他一句嘛 好 你現在把他抓肝 可能大律師有遇到過 我現在把他抓肝 我問你 你怎麼辦 你把他抓肝 你怎麼辦嘛 我想說幾年沒上班啊 小孩死得這麼大 我沒有工作能力 你根本抓肩沒有錯啊 小孩給我啊 我怎麼養 這個議員就每天都遇到這個事情 說到這個 我們就來聊一下 因為其實桌肩 剛才砍給你 要說我們桌肩過程中 一定有一些什麼照片啊 什麼的 桌肩其實不一定要桌肩在床 對不對 是要什麼樣的證據 才足以構成外遇 就是我在法院上 我覺得我講兩塊 一個叫刑法的通姦罪 這個通姦罪一定要有性器官結合 才能夠構成一年以下的期徒刑 另外一個叫做妨礙家庭 民事請求賠償 例如說你要訴請離婚 或你不要離婚 你要求跟這個外遇的 例如說老公或太太 要求賠你一筆錢 因為他外遇了 所以你很痛苦 那這兩種訴訟 各自要求的證據其實不一樣 如果到刑法的通姦罪 就像剛才講的 一定要有性器官結合 所以我們大部分遇到 不是真性色 可能就是這一對 礦男怨女本身自拍 第二個就是在line上面 在微信上面 通訊軟體上面 完事了以後又講得很精彩 自己在那邊回味的 類似這種的就很多 拿來當證據 那如果你沒有這些 其實刑事庭的法官或檢察官 很難認定有通姦罪 所以現在很多的太太或是老公 他為了要告這外遇 也知道自己的證據 沒有這麼直接是有通姦 他們告的就是民事的妨礙家庭 那民事的妨礙家庭 他們在意的其實不是說 法官你判賠多少錢 他要的是這一張法官的判決書上寫的 老公你錯了 或老婆你錯了 你就是跟別人如何如何如何 所以最輕微最輕微 我們遇到 這個老公半夜十點以後 接到來自女方 一個第三者的電話 接了十幾通 半夜這個電話 所以老婆覺得很不尋常 提告 法院判賠五萬塊 那就也構成妨礙家庭 讓這個老公不要繼續跟這個人有任何往來 不管他是不是小三 對 不管他是不是小三 就已經妨礙他原本家庭的生活了 不會大部分 可能大家還是比較在意那個形式的部分 但是形式因為很多的案例 讓大家覺得說 哇怎麼連了還有人抗病說 蓋著棉被存聊天 兩個人偷光光了也沒有辦法 對啊 因為像我們之前也偷拍過一些 就是明明去桌間了 像某個球星 對 但性器官結合 這點真的很難證明 像我們剛剛看了一次 第二個醫生也是 他就打死說 我沒有任何證據 你看不到 沒有保險包 你沒有辦法認定我有通姊 能奈我何 對 那議員 如果你接到陳情 你會怎麼協助他們 我們一般都會建議說 第一個當然是 如果說他有坦承 那坦承一定會問說 那有沒有錄音 因為有時候在 談的過程中他沒有錄音 我說那你還是得去蒐證 就說雖然他已經講過 你還是再繼續跟他談 那請他講更詳細的 在這過程中錄音起來 那當然一般民眾 最直接的想法是說 我這樣跟他談話 把他錄音起來 會不會有妨害秘密 事實上這個不會有妨害秘密 因為你們兩個人之間的對話 你在場就不會有妨害秘密的問題 除非有人在這邊裝個 就是竊聽的 然後錄你們的談話 才會有妨害秘密 第二名實在太精彩了 我們剛剛都在聊第二名 對 那第一名像范小范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一些舉證 像范小范他老公 去習泰國瑜這種畫面 而且在國外 對我們有辦法當證據嗎 如果假設今天告的是 我剛才講的民視的妨害家庭 當然可以 他老公已經破壞了配偶權 所以太太去告一筆賠償金可以 但如果要告刑事的通姦 我們要特別注意 我們法律的規定是這樣 如果今天台灣人在國外犯罪 例如說在泰國在國外犯通姦罪 他是因為這個通姦罪 在台灣只是一年以下有去突刑 其實我們台灣的刑法的規定就是 在國外犯這麼輕的罪 在台灣是不處罰的 所以很多人他們就結伴 帶著小山到海外去旅遊 即便發生關係被抓到 也不犯刑法通姦罪 所以出國不是因為浪漫 是因為這個 但是我要補充 有很多的人誤解的一個地方 跑去中國大陸 在中國大陸養小山 或在中國大陸跟小山通姦 抱歉 我們中華民國的法律 還是認為 中國大陸跟台灣 是同一個法律的管項 所以通姦罪造罰 像之前就有曾經 社會新聞有報啊 就是都是法官 然後到國外去發生關係 然後生下小孩 對對對 這個也是一個 算特殊的案例 這種法律協定很知名的案例 一個男法官 外遇的對象 是一個女檢察官 然後兩個人一起到美國去通姦 然後被另外他的原配 也是個法官知道了 然後他來告 然後結果這個法官 就是男法官 跟他的小山主張說 我們兩個是在國外發生的 所以不構成犯罪 就是利用知法來去犯法 對 但是我還是提醒他 不是沒有救 就是告民事的賠償 是可以 不過剛剛像那個影片的話 我覺得 要提告 真的還蠻困難的 對 因為他只是在那邊洗澡而已 然後看這個 然後很開心的這樣洗澡 沒有看到有反應 沒有任何的這個 信心 這就要Cue炮哥 好像有一些內幕 可以跟我們爭取 對 如果你說講這內幕 其實齁 這兩個人我都認識四幾年了 那這樣講好嗎 沒關係 既然都來了 我就抱個獨家臉聽 其實齁 這個 這兩個人其實有債務就分 這個 所謂范曉芬的老公呢 他是在經營一個黃雀航空 他們都是航空公司的勞動 其實這個 信江的也是股東 那因為呢 這個航空公司呢 是信江的管理比較好 信江的要二十二三十年了 他勸你 進去這個航空界 那講好呢 我勸你進來 你就是多少錢多少能給我 但是他們就是沒有這兩位大律師幫他們寫好契約 兩個人就後面就要揮 你不要給我 你不要給我 我給你不夠錢 兩個就求婚 那結果呢 這個 所謂王博生的浩宇社 一三天兩頭都跑泰國瑜 對 那跑泰國瑜 這個信江的呢 他就說好你跑泰國瑜 我就給你揮揮 沒關係啊 我就大方來給你拍 兩個在那邊 雙飛三飛 就這三批就在那邊拍 那拍一拍他也不以為意 那因為他覺得他也沒什麼 因為大家不了解什麼叫泰國瑜 泰國瑜就是所謂的殘廢澡 就是說 反正就是 不用動手 對 反正就是洗澡 加上什麼什麼什麼 後面 大家都想得到的 然後呢 但是你這想得到的畫面呢 你看不到 你只看得到他們裸體在洗澡 就大概是這樣 那所以在這個裡面呢 當然通姦他是有難度的 最多就是有侵權的問題 就類似這樣 那所以他就整體一不做二不休 我就給你丟媒體啊 給你拍一看 這王博生他也不怕 他說你再來啊 我還有很多影片你要不要 甚至跟他這樣講啊 所以他們其實裡面是有債務糾紛的啦 大概是這樣 那議員怎麼看 他如果就是在泰國發生這些事情 然後他回來告他詐欺什麼恐嚇 那可以成立嗎 當然 那他們的這個糾紛呢 因為有欺責到台灣這邊也有關係 所以管轄的部分不會有問題喔 但是舉證上面會很困難 所以為什麼 常常我們到法院呢 說要舉證之所在 敗訴之所在 就在這裡 而且喔他欺責到有一些細節 都在國外發生 這種通常很難去做一搜證 然後提供給法院參考 是在泰國 你台灣的法院傳票寄到泰國去 他又不理你他不來 一寄又半年了 對 所以就很難進行 而且現在台泰關係好像又 又有點困難了 司法互助啊這些 炮哥你本身喔 身為真心社的代表 對你應該碰過很多 非常離奇的抓緊案 其實非常離奇的是很多啦 你說名人啊大咖那都不在話下 那都不離奇 有一次我跟那個議員合作 那時候還不是議員合作一個案件 他那時候處理好 他是害逃公 這真的沒辦法處理啦 但是大家都向後轉 怎麼樣呢 就有一個算是好朋友 本來就有實在了 這個女孩子 跟他的先生 結婚我們都知道 他有去喝過他的喜酒 後來呢 他的先生也是乖乖排 在郵局上班的 就乖乖啊 兩個生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寶寶 也很愛他們 家庭也非常的美滿 家裡人 我們全認識啊 後來 過了八年 七年八年 有一次 他太太 跟一個同業來找我 他說 就在那裡考 他說 我先生應該是有問題 我說你會不會胡思亂想 你們就乖乖乖 對不對 怕你怕那個鑰匙 沒有啦應該怪怪的 現在晚上都不回家 12點才回去 怎樣怎樣怎樣 那我就好吧 那我就跟同業講 因為這個我也不方便跟他收錢 我就同業先去給他辦 辦一辦過一個月來 這同業跟我講說 好像真的沒有耶 要怎麼辦 沒有他又來 他說一起來他說 應該有啦 不然你晚上再查查看 因為 公務人員是這樣 他郵局嘛 我們當他公務人員 就是早上會不會 請個假出去偷吃再回來 好吧 那我說好吧 那我晚上再幫你試試看 結果 我就調查他晚上 結果晚上過了一個星期 就一個星期很快 唉唷 啊真的有耶 找一瓶罐咧 這個比較麻煩就是可能去嫖妓 你知道嗎 可能去巡花問流 好吧那也沒辦法 巡花問流也要做啊 我就問大律師啊 巡花問流也是通姦啊 好吧 叫老婆來啊 來 準備準備來來來來 這今天要可能要抓姦了 好 一到 這個 因為我們抓姦有分好幾種 一種是五星級那種 那可能在門口等 一種就商務的 一種就比較破過爛路的 那種倒 那個那個那個 澳處一種的 我們就跟他吃賓館的那種有沒有 我說好 因為我們會決定 為什麼看這個 要不要破門 因為你破門可能會有法律的問題 那因為這種小賓館呢 你破門沒關係 因為背錢就好 他不會跟你計較 背就好了啦 因為不是我跟裡面的關係 是我跟賓館的關係 啊不管三七二十一啦 砰 砰 進去 一進去兩步 警察在後面 喔 待遇是在樓下 比如說那你的就走到前面 本來可能快點要怕 你幹什麼嘛 走到前面我還撞到他咧 你幹什麼 結果 他看了就呆了 就哭出來了 為什麼 哇 不管三七二十一啦 砰 砰 進去 一進去兩步 警察在後面 喔 待遇是在樓下 比如說那你的就走到前面 本來可能快點要怕 你幹什麼嘛 走到前面我還撞到他咧 我說你幹什麼 結果 他看了就呆了 就哭出來了 我一看 哇 跟男的 幫男的在演奏樂器啊 啊我看到這叫傻了 哇 那警察一看喔 我說 哇學長 不好意思啦 沒有你先回去 因為我知道這個不能處理 拍處理啦 因為那個女的抓他老公嘛 對 那個男的 的對象 居然是這個女的的爸爸 也就是男的的葬人 岳父 就是老公跟 呃 老公跟岳父 一起 對 後來 後來 我們叫 這個 警察回去 請他媽媽過來 他媽媽當場跟他說 啊 我是說你知道啊 蛤 只有欺負不知情 他說我知道我知道什麼 我知道 他說原來是 他跟他爸爸也是這樣結合的 現在兩個人就各玩各的 為了傳宗接待 他以為 他女兒也是一樣 繼續維持這個 好傷喔 真的 真的是 嚇死了 連我都嚇死了 後來我們討論那個時候 時空背景真的沒辦法處理 你問這個大律師 問議員就知道 因為在法律上齁 通姦他有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 有婚姻關係嘛 那與他人 這個發生 這個 性關係 那他這個性關係呢 跟我們一般的 刑法的性交修正後的性交的 定義不一樣 因為他必須要有 男女器官的這個 結合的這個問題 對 所以像他這種情形 他是演奏樂器喔 他也不構成 所謂通 對 對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說 現在這個時代也會考慮到 就是說 我們現在 同性婚姻也通過了 對多元成績 所以其實要提醒大家 事實上 就是將來 通姦罪他適用對象 可能就會擴及到 有婚姻關係 即使男男或女女結婚了 這種情形也會適用 那以往 對於齁 就是你沒有 沒有結婚關係 那可能他們是 都是用 男男朋友 在交往的方式 可能就沒有 他們也沒有辦法去提高通姦啦 但是未來這個情形就會改觀喔 對 可是男生 萬一這個情況的話 假設要告老公跟爸爸通姦 是告不成的吧 因為不管怎麼樣都沒有性器官的結合 對 因為他通姦的這個定義 他也是男女性器官的結合 現在是卡在說 如果是 他是如果是同性婚姻的情形 那有跟他的配偶以外的第三人 發生關係的話就會構成 但是我們傳統的刑法239條 這個通姦罪他也沒有修 譬如說我們 性交的這個定義啊 在刑法有修 可能說譬如說 你如果是演奏樂器啊 這個是構成這個性交 可是呢 我們通姦罪他不是指性交 他指的是男女器官的這個結合 所以這個地方事實上是沒修 不過我們在看了通姦罪 他還是有個問題啦 就是說 像我們全國四改會議啊 蔡英文總統主持的這個四改會議 通過是要把它廢掉 要廢掉通姦罪 通姦處罪話 對這個已經講很久 因為是國外呢 基本上都沒有這個罪了 不過是台灣的風土人情 可能還沒有辦法接受 說把它廢除 而且撇除法律的部分 這要怎麼搞 這搞得下去嗎 對就是 這個親情的部分可能 對對對 很難處理啊 真的很難處理 那後面就不了了之嗎 現在就是四個字各玩各的耍 婚姻關係還在 還在 就是 默許 因為跟他媽媽爸爸都一樣 外人無法 對 無法理解 其實我們不要說觀眾朋友 重口味 其實我們兩個也滿重口味的 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才來主持啊 聊這個聊得欲罷不能 但是不行 因為我們還是要Cue下一則 因為觀眾朋友 對這則新聞也很有興趣 這個是關於一個黑社會的新聞 它是 國內的三大幫派之一的天道盟 他的新任霸主 他叫鐵霸 他的街位內幕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則新聞 這名穿著藍灰色西裝戴墨鏡的中年男子 在一群黑衣男觸泳下 氣勢十足的鋪住大門 黑頭車載著他來到天道盟前盟主 既攻蕭澤宏的靈堂 數十名黑衣男子早就列隊等候 藍灰色西裝男在眾人陪同下布入靈堂 其實這名男子本名叫做真淫婦 綽號鐵霸今年49歲 目前是天道盟太陽會會長 也是天道盟的新任盟主 知行人士告訴本刊 鐵霸曾公開宣示要團結天道盟 對內不希望再往內互打 對外則要減少衝突 今年不到50歲的鐵霸 不僅將是天道盟史上最年輕的盟主 也是國內三大幫派中最年輕的老大 鐵霸在道上名號響亮 又由天道盟大勞及各會會長力挺 這次結任天道盟盟主 看起來順理成章 不過警方仍嚴正以待保持高度警戒 王子濟公告別事前後 道上有任何插槍走火的衝突發生 好可以看到這個是國內目前最年輕的霸主 而且我相信觀眾對黑社會都有一些想像啊 因為現在電影很多 以前看電影國火仔 對然後我們現在又有Manga跟角頭 對 所以今天為什麼要請藝人來 因為藝人是中正萬華劇 沒有別的意思 但是呢 剛才有說 就我們私下聊的時候有聊到 好像蠻多角頭的 現在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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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都轉換成商業經營模式了 也就是說以往就是各聚一方譬如西門町啊 然後華西街啊 然後山水街啊 那你可以看到整個萬華都是角頭分布 嘎啦那邊嘎啦 等等都是角頭分布的確實也都這樣 每個宮廟都有不同的角頭 那後來的轉換成 現在譬如說 你去那個阿公廳啊 你用了毛巾啊 用了瓜子啊 用了衛生紙啊 都是不同的企業 當中牌商對不對 對對對 這個都有行情有規矩的喔 譬如說大家都講好 瓜子是進哪一家的 那尤其像西門町喔 西門町那邊 他們也是有 因為原本早期就是 嗯 以前就是它歷史脈絡下來 對對對 那雖然那個大概已經過世了 但是他們還是延續的 所以你如果在這邊開店 你要 包括送的花是哪一家花店 其實都有講究的 人家一看就知道了 買到別家會被那個是不是 會被封幹 這算不算是一種另類 變相的保護費 對啊 對啊 因為你不能去買別家 就看你怎麼講 對啦 但是它是合法囉 我們都有東西給你喔 不是說單純跟你收保護費 什麼東西都沒有 所以現在比較正當 所以現在比較正當 沒有啦 剛剛議員有說商業化經營 我這邊也補充一下 因為我也當律師是幾年 那以前一開始我也協助過 有一些竹簾的 可能一開始他是個小弟 大概也就是十幾歲 那他們在當時候 那個時代 他們的那個年紀的個性上面就是 打打殺殺 很多時候我都很好奇說 你們這樣子大概四五十個人 跟四五十個人在卸鬥 你們有什麼生仇 沒有啊 就有人接受說 那邊可以打 我們就去了 我說你們就把命賣到那裡去 拿刀拿棒球棒再打了 完全沒有任何理由 只是因為他們就是想逞兇鬥狠 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只要看到有訊息 等一下七點在哪裡約跟誰打 他們就去了 就這麼簡單 那去了以後 後面就開始 有一整個法律程序要走了 打完以後後來 就有人被抓 有人要當證人 然後就委託律師 他們才開始慢慢覺得說 搞這個有點累 就是每次打完很爽 而且當然也有人被砍 也有人被打到送醫院 可是後面可能就有一些法律事情 就是拖一個尾巴在跑 慢慢的就開始轉型 隨著年紀也越大 越覺得自己的命有點值錢了 那他們開始經營很多的公司 經營很多的商業活動 那也都 像我遇到的 他可能是開貿易商 可能是開醫美的診所 去做這些營業活動 那慢慢做這些以後 那他再接到這些要打打殺殺的 他就不想去了 他就覺得 我有點年紀 而且我也有很多員工要養 然後我自己又失業有一些成就了 就慢慢的把這個結束掉 就是換更年輕的小弟繼續打 然後自己就開始做善 可是他裡面的很多員工 像我們看到 哇這員工穿著西裝筆體 但是全部其實西裝脫下來 全部都是龍跟虎的 對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也某個程度就是慢慢的轉向正 因為剛剛有律師好像有分享說 他以前都是幫黑社會 處理這些打打殺殺 然後現在好像變成在幫簽合約 對一開始他們都是打打殺殺 所以我們每次都是行事案件 組織犯罪條例這些 然後少年事件處理法 一堆這種 欸慢慢的現在都是 欸這個合約我看不到 你幫我處理一下 喔你要賣給誰啊 怎麼保護你啊 這個問 或出問題怎麼辦 開始再幫他們弄這些合約活動 那當然我們也是很開心 不用再天天看那些打打殺殺的事情 嗯那議員可以再聊一下嗎 你們現在那邊的地盤 還會去搶地盤嗎 因為這看起來很像電影裡面的事 很像邦嘎 現在比較沒有說這樣打打殺 去爭地盤的情形 現在大部分都已經 因為他們各個幫派 各個那個角頭 大概都有一定的一個協調的基礎 也就是說大家是以發展經濟商業利益為第一考量 所以有一些分配喔 譬如說你這個東西是你出的 那個是你出的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常常如果你去這個黑道 你到了這個商禮的話 你會發現每個報的那個名字 都不再是什麼堂主了 他反而都是什麼企業社 什麼黑鷹啊 報索啊 什麼什麼什麼 公司等等 用這種方式 那相對的在地方上的這個經營來講 他們也轉而 就是黑白兩道都搭上線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因為警察也需要線報 所以警察也常常去他們那邊 去坐一坐啊 去聊一聊啊 看看有沒有什麼訊息 有什麼消息 或是他們最近有什麼 有什麼拓展的計畫等等 那所以你會看到說 其實在地方上的這個運作啊 相對已經達成一個恐怖平衡的狀態 也就是說你經營的這個 是表面上大家講好了 但是實際上呢 大家也會去關注說 是不是有人去想要再多做一些事情 或是要多拓展他的這個地盤 這還是會有人去留意啊 對啊 因為鬥得太兇就會出事 像2019年最的代表人物就是連簽譯 對 他就是太誇張了 所以政府必須在出售 好那剛剛議員講到那個告別式啊 我覺得現在很多人透過媒體 然後是網路直播 也會覺得黑社會的這個告別式 哇真的很大啊 對 因為像我們剛才提到那個看的那個新聞 就是我們2019年第三名的那個新聞當中 它其實是Z公的告別式 然後現場居然有SNG車啊 有什麼的 還有警方收證 而且每一場進去的 剛剛軍隊一樣喔 整整齊齊的喔 然後進去之後 都是老大往前走 然後小弟跟著後面 拜完之後 老大轉過來 大家跟著轉 還會自動停喔 等老大要出來 大家跟著後面這樣走 而且要穿西裝搭 對 現場真的是 就以前電影看到的啦 就是黑衣人這樣子 可是以前我以為 黑社會比較低調 甚至是你層級越高 或是越老大 或是不喜歡你拍 我們以為到現場是 欸不要拍什麼的 結果沒有欸 所以浩哥現在是怎樣 現在喔 現在兄弟喔 跟以前差很多 現在大家想說 欸兄弟都是低調嘛 流氓嘛 怎麼會這麼 對你剛剛蘇晨也講說 欸這不是 他們也沒有什麼記者 也沒有發新聞稿啊 怎麼會有這種東西 其實大家不知道 現在比較有規模的這個幫派 其實裡面都有公關 真的嗎 真的 而且他們 常常會宴請一些 所謂他們的公關 那當然不會 真的給公關費 就宴請一些的公關好朋友 去比如說參加一些宴會啦 什麼 所以他們有什麼活動 都會跟他們所謂下面的公關桌 他們公關還不少欸 每次有活動的時候 公關都有一兩桌喔 剛剛大議員講說 欸這個喔大陣仗啊 穿西裝這就是鐵巴的功勞 因為他教得好嘛 他說我們現在 他的 他現在的規定就是說 不要好像 就經常黑衣人 你不出事 你要交代事 你就是打個領帶 你可以像業務員 你就不要是黑衣人嘛 黑衣人幹什麼呢 對不對 那盡量把它轉型 他的意思是這樣 你看喔 像你看 這個呢 這是什麼 就是那一天 技工工技的這個 這個 這個複音啊 複文啊 你看看喔 這是什麼 他們還有LOGO 天 道 蒙 欸拍謝 這夠有 人家設計 這夠有商 夠有注射商標咧 你再用它看看 黑道沒有把你打死 也把你告死 對不對 這有注射商標 商標是有依法規定的 所以你看多厲害 所以現在喔 黑道 而且 比如說現在我們舉例一個 現在還有一個所謂 跟 又串起的新的一些 這個 所謂的幫派嘛 當然 剛剛大律師他們在講說 現在幫派是不是轉型了喔 不打打殺殺 其實不是 現在幫派比較有頭腦 像我說 這個有新鮮幫派 比如說我舉例 一個叫紅人會的 奧稱他們是從竹聯邦人堂 再出來的一個會 然後這個紅人會會長 是個高材生啊 師大的碩士啊 念到碩士 對 而且是曾經全國跆拳道 全國跆拳道比賽的冠軍啊 那當然 他們有號稱說 他們有找一些 叫跆拳道的 體格好的 也類似天道農 做一袋虎的訓練 送到菲律賓去做殺手訓練 而且有做一袋虎的訓練 而且有做殺手的露出啊 欸這跟電影真的很像耶 講紅的電影也是回來接班 那你沒在哪台啊 我幫你塑造一下你的形象 要不要先發表不自殺生命 那像天道網也是 他的軍師也是一個 就是他是一個政大的一個碩士 也是非常有高學歷的 其實這些現在都不外乎有媒體 有高學歷就是怎麼樣 他們比較智慧型 他們不到最後一個關頭 沒跟你輸贏了啦 他們用另類的方式 我就可以壓倒你了 就不像以前一樣 就是靠我 我打了多少人 我殺了多少人 去慢慢奠基奠定那個攻擊 那當然 你以另外的方面來說 有沒有一定要有 打打沙沙有沒有一定要有 因為我拚人主嘛 對不對我還是有地盤 我還是有我的腳頭 還是有我的生意嘛 像比如說這紅人會 他們號稱現在已經 呃 呃全國 已經有五千的五千人 他的幫眾 已經有五千人 而且 光是台北縣市就有二十個以上的會 每個會都幾百人 叫了來 就是你要叫 可能五百一千都不是問題 你就這個氣勢就會壓倒人家 而且 所以現在國內三大幫派要洗牌了嗎 有可能 這是一個大內幕 而且 他們的規矩就是怎麼樣 你把我們欺負 把我的幫眾欺負 我不是把你找回來 我一定加倍奉還 找回來兩邊至三邊 一定超過兩邊 我打著你滿地找牙 之後 我又打你滿地找牙 我沒有讓你求勞 我就不是會長 就類似他們就是這麼兇 對 有他們的規矩在 所以說當然啦 那大律師們就是說可能 都居上位 會長也居上位了嘛 當然他們講他們的事情 我們行李幾百萬幾千萬合佑 但下面的事情 還是要走 還是要做 少不了 民主問題嘛 對不對 就面子問題 火力問題 我就不可以浪費 就是這樣 那我想問議員 那如果收到這種邀請函啊 你會出席嗎 還是出席後你會如何自出 因為怕也被人家 做文章啊 對 是名義代表 其實名義代表大部分都會去啦 不管是我們剛剛講的 婚商喜慶的 還有包括公廟的 有些公廟就擺明 很明顯大家都知道是 哪一個幫派在把持的 但是我們還是會去 對 那特別是有些 更厲害的 他就結合公廟 結合慈善事業 結合工程 結合呢 政治人物 他可能做了 不管是公共工程啊 或是哪邊有標案啊 哪邊私人有什麼工程要做啦 那就是會去喬這些事情 所以基本上 大家不要以為說 黑道真的就是這樣打打殺殺而已 事實上 有很多很有頭腦 很有經營企業組織的人 確實也在這邊 在這個 不管是台灣這個地盤上 各具一個角頭 而且各有一片天 所以他們也希望自己已經合法化了 就不要再走黃門左道 對對對 甚至我曾經有被一個角頭有找去 因為曾經有開過記者會 然後轟過警察 我想說奇怪 他是 他是角頭啊 他應該是很討厭警察的 結果呢 他跟警察關係好到說 還特別 因為那個局長找他幫忙說 這個是你們當地的 這個議員啊 那可不可以 你不可以 來 就是大家來喬一下 然後 我去了之後才知道說 跟我講這些事情 然後他馬上打給那個局長 局長竟然沒多久就到了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黑白的關係喔 真的 現在喔 不是像大家想像的這麼簡單 對 那剛才我們提到的鐵壩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需要一些 以前 就算說現在跟以前不一樣了 可是還是需要一些 豐工偉業好了 那鐵壩他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奠定他現在的位子 當然啦鐵壩第一個 他是歷史的優求 他屬於太陽會系統 他歷史是最優求的 那再來是 他的業外的 所謂什麼業外就是說 除了打傻杂傻之外的 生意做得不錯 他可能有做一些買賣業 什麼的 有點類似那個白狼的味道 行律走得不錯 所以 當然 兄弟們 最重要就是經濟要活絡 你 我跟你講 你經濟如果不好 這些幫眾要吃什麼 沒有了沒有的吃啦 你也不可能每天打架嘛 你也不可能說我缺錢 來槍給你 來你去臨勝北路繞一圈 自己討吃的 對沒這回事 所以 你大哥 一定要有一些 生意給他們做 那有一些錢給他們用 那他們才能慢慢慢慢扶持 一起上來 才這樣 所以他基本上 基本上生意做得不錯 腦袋也不錯 那他的幕僚也多 所以說他可以用 很多原話的方面呢 去經營這些多角化的事情 大概是這樣 大家才能看中他這樣 可是我比較好奇啦 最大的收益來源 因為剛剛 議員舉例的阿公店啊 那些瓜子什麼茶葉 對那當然是合法的 可是 這個收入 其實像 一般比較 我們說地方中央 像我們 角頭就地方嘛 像他們這種 公司公司就屬於中央 比如說 我們說賭盤 他們經營所有的賭盤 或是 什麼百家樂 這個就很大 六盒彩 現在都是網路化嘛 所以你看一些老荷仔說 我幾號你幾號 你老荷仔都是用LINE在那邊下注啊 對啊 那他們可能就是所謂的 做一些比如說 中組的頭路 所謂我們賭盤有分 大組的中組的 中組 小組 條腳 他就是總組的嘛 他可以說真的一來一去 對啊 就大概是這樣 他光是賺你手續費 所以就不得了了 還有電動玩具 對對對類似這種 喔 都大條的啦 還有萬華 還有一些 我們講就是 娘娘啊 對對對 這些 都是一些很大的商機啊 嗯 包括我想問 因為我們對鐵巴子還太好吃了 他才49歲 對 很年輕耶 而且我們剛剛還在討論說 千奇西裝來 就是有模有樣的 對 也是很帥的 對 但是他一路走來 當然剛剛Paul哥有講他的經歷 真的很不簡單 那他現在要怎麼鞏固自己的地位啊 因為他畢竟是最年輕 一定會有人 覺得說 欸你資格不服 當然啦 其實這種齁 茶壺裡的風暴是 到處都有啦 職場啦哪裡 包括說不定你們裡面也有啊 但是他就很簡單嘛 就是說 他也有他的人嘛 他也有他的脈絡 對不對 你真的如果想過那個 我如果 如果有毒藥 便手機 我會自己便手機 一定也會的嘛 對不對 那需要我籠絡你的 反正我經濟比較好 對我這裡生意比較好 那我就比如說 我什麼東西給你經營嘛 也是會的啦 幫派就是這樣嘛 但是他求個和氣嘛 他也不希望大家去一直關注他啊 對一直關注他 對他也是不好嘛 對大概是這樣 對就是有他的腦袋在經營 我比較好奇他為什麼會有這個idea說 他要改造幫眾的形象啊 他是有什麼點 就是因為我跟你講現在的齁 智慧型的犯罪就是這樣 他第一個他不要受人家關注 比如說像他最近弄幾個 比如說大家為什麼知道他 比如說 工具啦 比如說餐會啦 說原餐飯店或什麼 比如說擠到多少大售啦 其實他的幕僚就在講了 不要這樣啦 不要再吃飯了啦 那不是錢的問題 你越吃飯就越focus在身上嘛 你這樣不就很麻煩嗎 那你比如說像連千億好了 他 說自己這樣幹連千億幹了個要死啊 對不對 連千億你無這個我賺不到 雖然啦連千億跟他是沒關係 但連千億也 也就是有嗆名說 他太陽會嘛常戴個徽章嘛 對不對也有賣防茂瓶嘛 那當然他們會想說 想像得到但是不要公開嘛 對我們的形象有傷嘛 又害了人家來關注我們也很麻煩 現在就是跟以前不一樣就是有幕僚了 對不對 有幕僚有很多聰明的幕僚了就是這樣 軍師 智囊團 對對對就是這是很重要 就像議員他身邊也會有幕僚啊 對不對知道說你這個話可能不太能講 對不對類似這種意思嘛 就是這樣 那要幾個大腦來思考嘛 所以來調整嘛 那你對外的公開形象 你就不能經常吃兵人對不對 親親吊 人家人打 不能這樣子 好那今天這幾則新聞真的非常的驚人 對 我覺得來賓的訪談也就是給我們很多獨家內幕 我覺得 欲罷不能很想繼續聽 對啊我覺得可能可能需要第二集 但好啦因為時間有限來賓 也有他們的事情要忙 我們今天就謝謝律師來跟我們聊那麼多 我們先謝謝例行國際法律事務所 劉威廷 劉律師 謝謝主持人 謝謝台北市議員 徐立信徐議員 謝謝大家 也謝謝泡羹 感謝你們快樂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